哈喽 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这里是MU社 今天我们继续玩海战旗2 上一期我们的军衔还是停留在一等水平这个地方 这期如果我们能打赢 军衔就应该能升到下司了 还是同样的排阵方法 看看这期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呢 好了 我们来选一下其他装备 这期我们决定大概用100滴石油 看看能不能获得胜利 我们还是选择了三座高射炮 分别在CD行 DX行和IJ行 一艘潜艇 两架鱼类舰艇 两架战斗机 再来一副雷达 差不多了 我们来匹配一下对手 这是我们额外的装备 其实看来还挺少的 好的 我们匹配到一个新兵 但是他为什么有这种皮肤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战绩 他没有玩过经典模式 高级模式打了两把 每局都战败了 这我可就不怕了 应该是刚玩没多久的新人 我们就先扔炮弹吧 看看对方怎么出招 还不错 第一枚炮弹就砸动了船 这是个非常好的开头 对方使用了一个雷达 看到我们的二号艇 我们继续来找他这艘船 是不是在左边呢 很遗憾 我们又猜错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他这艘船上浪费了两次机会了 如果我们还找不到他 那就说明了我们太飞球了 自己的运气不太好 不会吧 上来就使用核弹轰炸机嘛 幸好我们这边有一座高射炮 成功把它击落 但是为什么他这个核弹还是掉下来了 我去 把我们中间的海域炸了一个大窟窿 我们的爱好体还是被摧毁了 他那边靠近我们这边一拍 也被波及到了 伤低1000 自损800 我们已经用了三次机会了 但是还是没打掉他这艘船 他这艘船运气忒好了 只见他又派了一架轰炸机 不知道他瞄准的是哪个海域 感觉我的一号艇有点危险了 哇 吓我一跳 正好正好 所有的船全部躲过他的轰炸 说到底我们还是有运气的 终于摧毁了他的三号艇 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又摸到了他一条船 这艘船不知道是几号艇 但是看起来挺长的 原来是一条四号艇 我们一口气把它集成了 太爽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利用任何的武器 说明我们普通模式的基础弓 还是挺不错的 给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武器 哎 又摸到他一条船 是不是在左边呢 左边没有 那等会我们试一下右边吧 我只能说对面也太拉了 用了一枚核弹和一架轰炸机 居然只集成了我一条二号艇 我们只用普通的炮弹 就打掉了他的三艇 实力差距也太大了点吧 我们来看看这艘船是几号艇呢 应该是条三号艇吧 因为他的四号艇已经被我们打掉了 他也没什么大船了 我们就准备准备使用武器吧 这样能快速结束战斗 我们就来用一个雷达 探索一下他中间海域 到底有没有船 看到了两艘船 一个在F航 一个在G航 记住这两个点 等会我们打一下看看 G航应该是个一号艇 F航就不知道了 打一下试试吧 他不在上面 应该就在左边了 话说他也是个苗边炮法呀 我们中间一个二号艇 被他围了一圈了 啥事也没有 他的二号艇又被我们摧毁掉了一艘 那现在我们搞个什么呢 我们派一架游泳舰艇吧 把他的D航给探索一下 我待会看看你这行放了什么宝贝船呀 还不错呀 正中了他的一个一号艇 这个一号艇的位置放置的还是不太好拆的 我们继续来派飞机呀 再不派的话 游戏结束就浪费在自己手上了 派一架潜艇吧 潜艇他发射的鱼雷位置比较随机呀 有时候不会在同一行的 这个也得看运气 我就说吧 运气不太好 这艘潜艇就打到了下面两个格子 太吃亏了 对面这人连续七八次都没打到我们的船 这运气也太差了吧 那现在我们来探测他的二号艇啊 他的二号艇还剩下一艘了 我们现在来专门打断两个空格 就一定能找到他 诶 我们的一号艇被他支撑了 他又打中了我们上面一个三号艇 不行了 我们不能和他耗了 直接派轰炸机 把他的CD行给清理一下 看看有没有船 哦原来他的二号艇藏在这里啊 他现在还剩下两个一号艇了 但是还有九个空格 他会藏在哪里呢 诶不错不错 他又猜错地方了 我们是速度放大 又获得了一次机会 他没有放在角落里 这下该怎么拆呢 会不会在最右边呢 哎我们的三号艇光荣退役啊 我们得快点了 不然损失又会增加 打他的右边看一看 还是没有啊 不会吧 难道在最左边吗 按照我以前的经验来看的话 左边或者右边肯定有一个呀 不然他的一号艇太过于集中了吧 好吧 他整整外面一圈 没有放一艘船 我们被套路了 现在五个空格 打两艘船 这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还打不到呢 我说快被自己气死了 现在四个格子都打不到 现在还剩三个空格了 我们不会倒霉到 就剩最后两个格子吧 他又摸到我们的二号艇了 绝对不能让他击沉呀 这次我们一定要连中两炮 我们才能原谅自己 最后一个格子 到底是F还是G呢 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呀 我决定打他的G行 哎果然在这里啊 这才爽嘛 对吧 小伙伴们 你们猜对了吗 好的 这一波直接把我们的石油给搞满了 太好了 不仅仅如此呀 我们还获得了军选上的提升 我们从一等水兵 被提拔成了下士 这一级路上也太不容易了 得了吗 谢谢观看